大家好 我是Panel 蛋蛋和MaoFans 又得近來搞什麼的每週個人遊戲紀錄 來到2017年第38週 今個禮拜終於多了少少不同的遊戲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來講講上個禮拜直播的時候試玩遊戲 第一隻是風水演武的試玩版 而且是所謂的前篇的試玩版 這隻遊戲其實還在Early Access階段 所以都不可以說它完全完成了 這隻遊戲是一隻塔防加RTS 再加上不知道有多重文字冒險的成份 可能純粹是交代劇情而已 但因為我們玩試玩版 開始未進入戰鬥之前 都已經花了很長時間在劇情的部分 講了很多東西 看了很多文字才 真的去到一個戰鬥 我不知道是因為試玩版的關係還是什麼 還是它的遊戲原本第一關都會是這樣的 總之我感覺上第一關就已經沒什麼特別的指引之下 就丟進了一個挺複雜的戰鬥裡 講第一場正式的戰鬥 就已經有整... 我想有整五六個不同的塔可以起 還有它的所有的操作 或者對於一些一切東西的介紹 基本上就在一個靜止的畫面那裡 就已經跟你講完 作為第一場正式的戰鬥 我打算是由最基本的東西開始做起 建一些最便宜的炮塔 一路逐個樣樣試一下 誰不知建完出來就... 完全是慘死的 因為這遊戲就不像傳統的塔房 有指定的地方給你起塔 它甚至不是說一些塔房 雖然你可以到處站在那裡都可以 但是那個地圖基本上都是一些方格 就是敵人都會根據一定的路線去攻擊你的基地 但是這隻又不是的 你又沒有一個所謂基地給它攻擊的 我不知道敵人主要是針對你主要控制的角色 那個英雄角色而來 還是什麼 加上那些敵人又不是一般塔房那些 不是漫無目的 即是不會攻擊 只是一味就衝向你基地 搶你能源 搶你心心 還是什麼 那一類的敵人 他們見到你的炮塔 又會攻擊的 所以其實 那個戰鬥方面 可能更加比較像RTS 即是起一些防禦性的設施出來 擋住一些會攻擊你的敵人 但在不知頭不知腦的情況下 我都死了不下三次 是在最初的戰鬥 在說的是 而死後 他竟然在這個demo版裡面 完全沒有save 沒有check point 這些功能 一死後又要由頭來過 好在都可以好像文字冒險 遊戲一樣 按著control 就飛 飛了所有對白 但每次死後 我想都花一分幾兩分鐘 才可以回到戰鬥那裡 再嘗試過 直播當晚 我結果就要和觀眾 嘗試這個 嘗試那樣 雜思廣益之下 才發現 似乎 起一些 攻守兼備 可以召喚兩隻 精靈姐姐出來的炮塔 結果是有最好的效果 而除了指引不太清楚 另一個我遇到的問題 就是操作方面 因為你又要控制這個英雄角色 很多東西就要用mouse來控制 去點擊他 去叫他走去哪裡 攻擊 那些東西 但由於那些炮塔 可以很隨便地在地圖上 到處都在 你要控制這個角色去走 有很多時候走在一些炮塔附近 很容易就會點錯了 點到炮塔 然後在一大堆炮塔 要點回這個英雄 就比較困難 雖然你可以點到左下角的頭像 會馬上選回他 但如果沒有Hotkey的功能 或者之後有更多英雄 加入的時候 那個操作就變得甚為惱叫 而他的英雄似乎 也有分職業 起碼我可以試玩到的 就是風水士的女生 就可以起炮塔 另外之後加入那隻狸貓 又不可以起炮塔 所以你要怎樣管理你的英雄 也會花點心神 但這個戰鬥 沒得暫停時間 給他管理那麼多東西 如果真的在受到猛烈攻擊的時間下 要控制那麼多不同的東西 又要幫炮塔升級等等 就似乎幾手忙腳亂了 總括來說 我覺得玩法挺特別的 但在操作界面和指引方面 我覺得需要改進一下 暫時還是early access 即是其實還有時間 給他修改改良這些東西 值得一提就是 這隻遊戲的畫 那些人物那些東西 畫得挺漂亮的 若果喜歡日系動漫的玩家 應該很受樂 我挺喜歡那種 比較粗線條的畫法 但純粹靚靚的畫 我想又不足以吸引到去玩一隻 操作上或者戰鬥上 不是真的那麼好玩 或者真的那麼吸引的塔防 或者即時戰鬥的遊戲 儘管再看看他之後 會不會發展得更加好 直播當晚第二隻試玩的遊戲 就是這隻Scaner Sombra 又是試玩版 當晚玩了兩隻都是試玩版的遊戲 這隻遊戲就簡單很多了 一切都是來自地心探險 是一隻第一身的探索冒險遊戲 不知道會不會有戰鬥 應該沒有戰鬥 以我所知 在我試玩版裡面 我都沒有經歷到戰鬥 起碼 只是周圍在一個 伸手必見五指的場合 的環境去探險 你要靠著手上的掃描器 一直按著按鈕 就會掃描周圍的環境 就會出了這些很七彩繽紛的 我不知道是否叫聲納 還是什麼的探測的畫面 你掃描到周圍的環境 你只可以找到條路 繼續去一路向前探索 究竟要探索什麼呢? 有沒有真的在什麼劇情呢? 相信那個完整版那裡是會有的 但我這個試玩版 就試不到什麼出來 甚至呢 我中途好像撿到一些更加多的裝備 可能加強你的scan 功能 還是有些不知什麼特別的效果 但在我試玩版裡 似乎都用不到 但在我完全版的一些screenshot 我看到它的介面 多了一些東西 比較複雜了 所以應該在我完全版裡 就會多一些內容 在地心探險 都沒有遇到一些什麼其他的 敵人 其他的角色 我這個試玩版 中途遇到一個類似人形的石像 我起初想著它是石像 但是呢 漸漸就發現 我好像一轉半不看 它轉半面呢 它就會突然轉向看著我 結果被它嚇到毛骨悚然 之後呢 再在另一個場合 跟它偶遇 就真的嚇我一跳 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直播紀錄 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這遊戲玩起來 雖然看來很簡單 就這樣到處走 純粹探索的 但我覺得很 引發到 或者激發到你的想像力 各樣 因為 由最初的地區 就是比較純粹 好像天然的山洞 石頭 但是走走走 開始又會發現 有些類似 建築物的東西 有些類似古希臘的神殿 有什麼建築 甚至有吊橋 又遇到那個 疑似 不知什麼物種 是人不是人 這樣的 因為那個都是靠著 scanner畫面去看 你不會看到 很細節 有沒有眼耳口鼻 有沒有成這樣 一個人形的東西 究竟這一切一切是什麼呢 很令你想 會不會是代表 這個地底是有人在這裡住 是其他物種 是外星人 還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吊橋 是地面的人來建 還是什麼 這些一切一切 都沒有跟你說 但就靠你自己 會一邊玩的時候 一邊有些聯想 可以說是 就是 留了很多想像空間給玩家 我不知道在這個 完全版的正式遊戲的時候 會不會更多的介紹 或者 暗示什麼 這個遊戲 也支持VR 直播多晚好像有觀眾 就去試VR版 結果就嚇到 很快就放下了 沒有繼續玩下去 當然 第一身探險的遊戲 探索遊戲 是絕對最適合 在現階段 最適合VR的 如果你想 親身感受一下 地心探險 讓人形 不知什麼 嚇到 嚇到 那樣的經歷 就可以嘗試一下 這遊戲 接著要說 這遊戲 Zombie Boorama 也是非常舊的 2009年的遊戲 也是其中一隻 最初用Steam 比較初期 就已經看到 在Steam上面的遊戲 突然之間 玩這個遊戲 是因為我終於是 幾十合一 這樣的 那些Bundle 得到這遊戲 終於 經歷了這麼多年 有機會一試 是一隻 保齡球的遊戲 但是 保齡球打喪屍 無論你那些 保齡球樽 和你對賽的對手 都是喪屍 除了正正常常的 保齡球 都是 打了十個PIN 十個保齡球樽 得分 計分 之餘 他也在每一次 滾球出來的期間 會有些 Power Up 給你拿 拿回來 你就可以在下一次 而你自己滾 或者是 對手回合 對手滾的時候 使用這些Power Up 有些就會輔助你 有些就會阻撓對手 譬如 輔助你的 有些是 令你的球滾得快一點 大力一點 會爆炸 好像彈珠一樣 會彈來彈去 讓你可以 彈多幾隻喪屍 才跌到坑 跌到後面 阻礙對手的 包括 弄一些障礙物出來 放些水 放些油餃 令他們失控 甚至把 寶寧球 樽喪屍 縮小 讓他們走開一點 讓對手 沒那麼容易 一次過打到太多個 即是 加入了這些 搞怪的元素 去令 打寶寧球 這件事 生息不少 但我其實覺得 寶寧球 這件事 都很難去做 一隻遊戲 我沒有玩過一些 很疑真 很simulation 的寶寧球 都不知道有沒有 真的這麼疑真的 的寶寧球 遊戲 再加上 我都不是一個 寶寧球的粉絲 所以 始終 寶寧球遊戲 就不太吸引到我 玩太久 所以我其實 玩了 一個 第一關 之後就放下了 因為我覺得 寶寧球 始終 你滾出去 雖然是真的有 很多技巧可以掌握的 但是 怎樣可以把 手 控制的 那些技巧 移植下去 用 Mouse 也好 Keyboard 也好 控制器 總之移植下去 一個電子遊戲 挺有困難 我想起 在我中學時代 玩的遊戲 爆笑 寶寧球 那時候是台灣遊戲 他也是玩寶寧球的 但他好像沒有這些 拋勾給你用 他特別之處 他的角色 是一些 明人的搞笑版 那時候好像有個 麥當娜 有個 公宅 李衛 有個 拿破崙 還有個 希特拉之類的角色 可以用 但是打寶寧 這件事 始終 在電子遊戲 可以做到的 變化好像 不太大 所以 如果你要認真去玩 這遊戲 比較困難 作為 耐不耐出來玩 一關半關的小品 可能都還可以 但 遊戲發展都 過了這麼多年 如果你說要小品休閒遊戲 現在的選擇都多了很多 所以 舊的這些小品遊戲 不知道還可不可以 今時今日有蠟燭之地 我覺得 又或者 可以說 比較適合一些初心的玩家 因為簡單的遊戲 始終有簡單的遊戲 好 你不用學習 很多不同的介面 很多不同的操作 這個禮拜 都試了一隻免費遊戲 叫做 Carrier 起初進去都不太明白 他究竟在做什麼 然後發現 原來你是控制 控制塔 和發射塔 將你的訊息 電波 不斷擴大的圈 怎樣可以傳送到 下一個塔 但隨著電波擴大 地圖上有些 動一下動一下的 紅色的東西 你可以當是干擾器 還是什麼 你要避免 你的訊息 有兩個綠色的光點 去接觸到那些紅色的 動一下動一下的東西 你的操作很簡單 就是 左和右 去旋轉 你那個 你發 即是在擴大 那個訊息 那個圈圈 在適當時 旋轉 避過的干擾 干擾 粒子 傳送到下一個塔 就為之成功 看似很簡單 玩下來 起初都有點手忙腳亂 玩了 發現這遊戲 其實 最大部分的時間 你都可以以不變 影萬變 因為 一切的東西 那個紅色那些 粒粒 動的東西 那個軌跡 基本上不會變 我不知道 一路再玩下去 會不會有些難一點的關卡 會變 其實 所以呢 其實你看準 在什麼時候 才需要動你的訊號 才需要旋轉去呢 然後 一過了那個 紅色那個 異動範圍 又可以轉去 原本那個角度 這樣 會暢通無阻 其實 我覺得這遊戲 其實 考你的 冷靜 和考你的 動察力 冷靜就是 你會不會處變 不驚 由於 那個紅點 好像就來碰到了 好像就來碰到了 其實就碰不到 但是 你如果太過魯莽地 動了 反而會撞到 另一個位置的 那些干擾器 另外就是 你可不可以在 你的訊號 未蔓延得太遠的時候 已經預計到 動察得到 你那個六點 究竟 會不會碰到 那些 紅色的 干擾器的 路線呢 那這遊戲 就有計著 你每一關 做了幾個adjustment 即是動了 那個訊號旋 轉了幾多次 那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 Leaderboard 是有計著這件事 我沒有刻意考究 但是由於這遊戲 都是玩法比較單調 而且都不容易的 一路玩下去 就說真的 不是一個 太簡單 可能是一個去第二個 第二個 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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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 而且如果你一關 中途失敗了 你要整個關 由頭再開始 你去到臨滿一腳 都要由頭再來過 而且呢 你沒有得去調教 那個訊號 整個遊戲的速度 快慢 所以有些 你明知道 坐定粒錄的東西 都要重新再做過 那會 會 令人覺得很重複 很煩厭的 其實 所以呢 我玩了十關左右 就放下了 但又是啦 作為一隻免費的遊戲 即管一試去看看別人設計的遊戲 這些不同的概念 都沒有壞的 好了 今個禮拜其實花了最多時間 仍然是這隻 Kingdom Rush Frontier 但是 就 沒什麼特別的遊戲 的片段給大家看 因為今個禮拜 我是完成整個遊戲 包括 所有關卡的三個不同模式 故事模式 英雄模式 和鐵人模式 都拿了所有的 成功 把所有的英雄 都升上最高的 等級10 所以這遊戲 完完全全 都玩完了 其實我挺喜歡 Kingdom Rush系列的 成功 因為有些 就是你玩完 所有任務 就拿到 有些 起救某個數量的炮塔 或者炮塔 殺救足夠的敵人 就拿到 但最後 有些 類似Easter Egg的 彩蛋類 你可能要在某些特定的關卡 找多些隱藏的角色 做一些 特別指定的動作 那些 那些 我都有一部分 是需要看攻略 才知道 究竟要做些什麼 但 總之 拿完所有這些東西 之後 就可以安心地 安裝了這遊戲 期待它 還有第三代 有一個叫 Kingdom Rush Origin 的遊戲 就在手機上有 但不知道它什麼時候 會移植到PC版 我始終都會等它 下PC版 才會玩的 因為 手機版 它有些東西 要課金 那些英雄 或者有一些 額外的 寶石 可以幫你買一些 輔助功能的東西 要課金 我比較喜歡PC版 總之 給了一個價錢 什麼都齊了 你就在裡面 總之玩齊它 那個 模式 我比較受樂一點 今個禮拜分享到這裡 我是PandaButton 熊貓 多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我來拍照 我來拍照 我去拍照 我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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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影片